你好我是小天 今天是我国自3月18号开始落实行动管制令以来的第105天 今天也是6月份的最后一天 今年上半年即将结束 明天我们将迎来7月份 日前联邦政府和18月政府已经各自做出宣布 从7月1号开始将有更多的领域获得松绑 一连串的宣布相信大家都有些混淆 因此这一集的专题报道为大家整理 10月明天起将获得亮绿灯的行业以及社交活动 也带大家了解 10月有哪些重开的领域是与联邦政府不同调的 10月首长属其他宗教单位已经在文告中说明 从7月1号开始 非穆斯林可以在拥有助理婚姻注册官的宗教场所举行婚礼外 也可以举行葬礼以及到访墓园 不过这些活动进行期间限制人数外也一律进食饮食 同时出席者在活动期间不可以互相握手问候 更不可以在活动前后聚集 进入了7月份 12月政府允许更多社交活动 包括婚宴或订婚典礼 感恩宴 周年庆获准举行 然而社交活动进行的时间限制在3到5个小时 而且只有12岁以上的人士获准出席 至于超过70岁的年长者则不鼓励参与其中 不过在经过了3个月半的行动管制令后 业者 商家和民众都在期望各大经济领域和社交活动 能在拟定的SOP下重新开业以及获准举办 不过尽管沙拉越政府前后已经对多个领域亮绿灯 但是还是有些领域并没有跟随联邦政府的脚步 在7月1号开始放行 截至目前 虽然联邦政府已经宣布按摩业可以在7月复业 但是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至今 都还没有宣布按摩业复业的SOP 与此同时 沙拉越也没有宣布 将跟随联邦政府的决定 在7月1号开放戏院 不过业者已经按照国防部高级部长宣布的SOP进行准备 只要沙拉越政府点头即可恢复营业 另一方面 尽管沙拉越灾难管理委员会宣布泳池 可以在7月1号重新开放 但是只是限制给进行培训 以及游泳比赛用途 因此民众暂时还不能够使用公共泳池 我国自从实行建国以来 前所未有的行动管制令后 在各方努力下 新冠肺炎疫情大有好转 目前也进入了康复阶段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国人可以松懈下来 反之更应该注重防疫措施 以免疫情复发 况且防疫不能够完全依靠政府 人民也需要具备高度的防患意识 谢谢收看我是小贤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留守TFM陪伴着你